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這一次當然有一些黑色元素 然後跟有一些可能不見得在 大家一般在歌手身上會看到的一些姿勢 可是我覺得那真的很符合黑天使的情境 可是沒有因此我們的表情就變得很邪惡 或者是好像可以要瞪人還是瞪鏡頭 我們還是天使 只是我們要比較堅強比較勇敢的感覺 所以那要拿捏得超好 其實在剛開始拍攝的時候 攝影師要一直提醒我 陳琳 陳琳要鬆喔 因為在冷的情況 然後有時候是太陽超次的 那有時候是因為配上黑天使的裝備 你就會覺得我想要變得好像很摩登還是什麼 可是其實要時時刻記得 我現在還是天使只是我很堅強 好 那不要回頭沒關係 拍誰 我想出席一下 好 你昨天還冷救你了 你昨天還沒發現 是很緊張 你是很緊張 陳琳有沒有覺得你的團隊都很專業 非常的專業很照顧我 我覺得我媽媽看到這一段眼淚都流出來了 嗯 剛剛是不小心被造型師肘擊 你有看到嗎 有 他揍了我一圈 我覺得我一定有得罪他 他在旁邊搖頭 叫我的生平迪斯利床 我的確是比較像黑天使的 但是我覺得我進進場大白天使 有一直一直一直跑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地方 我希望他跑出來到一個程度 他們可以平衡 高空彈跳我絕對不可能 真的 我真的是無法耶 就是我很佩服高空彈跳的人 而且還有些人跳完說還要再一次 然後還有什麼要綁腿的那種 我很佩服 對啊 其實這個還OK啦 其實是有點危險 因為他旁邊有一些身秀 然後都斷掉了 但是因為在拍照的時候就是 如果你顧太多肢體會看出來 所以就沒有管那麼多 沒辦法符合天使這個主體嘛 那雖然我不是天使我是人 但是我們還是要有一種 有一種在高處 然後別人仰望的那種感覺 所以必須在高的地方 可是好在就是真的有訓練過 對 所以就 對於高這件事情我覺得都還能夠克服 而且還算是在工作的時候不會分心 因為其實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完全不去想任何事的人 我不會去想 彎了我會不會掉下去 或者是風很大會把我吹走 我在工作我會非常專心 因為如果你去想其他事情 心有旁駕的時候 真的那危險才會發生 所以我就 其實大家也很保護 所以也很安全 坐下 大陸駕駛 他剛開始當天使的時候 他相當不願意 因為他覺得我是個男生 為什麼要背一個翅膀 然後他就哭泣了很久 我們就想說讓他靜一靜 我們再去往更高的地方拍攝 然後後來呢 好像是我的老闆 然後跟他媽媽溝通 然後給他和他兒子 看了我的一些MV 然後後來那小男孩說 我好美 我也是覺得很不好意思 對 就是他就覺得我很漂亮 然後他就好像慢慢慢慢 他能夠理解他在幫助我 其實他當時真的是我的小天使 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話 我們接下來的拍攝 就可能就會卡住 然後也很感謝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背了大大的 超大超重的翅膀配合他 然後後來他還是很專業 我剛給他看了我 非常好 因為小孩一定要看